SOS 確實這就是我們臺灣的呼救了 疫苗荒 VS 醫療瀕臨崩潰 Who can help Taiwan 現在已經不是我們臺灣 can help 這個句子要反過來了 在這張板子上 我們分成兩個區塊 一個區塊我們講一下 延續剛剛那個話題 講疫苗的問題 另外一個區塊 盤點一下我們的醫療資源 好 大陸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說 上海江蘇有關的民間機構 都願意向臺灣捐贈一批疫苗 現在要看臺灣有關方面 是否接受當務之急事 去除人為的政治障礙 確實是很懂臺灣 臺灣有很多人為的政治障礙 陸委會跳出來 很火大 不要假好心 統戰分化操作 我真的覺得陸委會 你可以有禮貌一點 就算拒絕 我覺得也應該有禮貌一點 這 你懂我意思嗎 我們臺灣的教養 你可以 謝謝 我們還有一些 我們有更好的疫苗會怎麼樣 然後這個衛福部也是 當然也是不願意啦 我們看到南投縣 剛剛新聞不是播出嗎 包括金門縣 都覺得中央買不到疫苗 我地方衝第一 我不怕被摳紅帽子 所以現在申請要自購 然後柯文哲說 那你公文拿出來啊 南投正式公文來一涵再說 把公文拿出來 南投動作也很快 電子公文馬上發出去 請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授權地方買疫苗 上午九點三十分 用最快的方式 由衛生局發出公函 上午九點三十分 發出了公函 下午兩點鐘的記者會 陳時中有講到嗎 好像沒有嘛 對不對 是不是能夠讓地方去買 我今天只看到 今天這個副指揮官 他有講啦 說什麼呢 反正就念條文嘛 這個就說什麼 你趕快來申請藥證啊 裡面要有疫苗證明 要有品質的這個資格 還有藥廠的認證等等 反正就把這條文念一念 我覺得這個是OK的 當然需要這個東西 以確保國人的安全嘛 但重點在這什麼節骨眼 這什麼時候 如果說地方的公文不夠快 你指揮中心 真的是為人民的話 你應該自己主動來做啊 你記不記得之前 我們討論過那個 清官一號中藥 我們沒有說中藥不好 中藥很好 但是衛福部對於這支中藥 要多麼積極認真努力 因為所謂的立委的要求 所以趕快趕快的給他過 還有陳時中在記者會當中 去布達這個好消息 那麼現在如果說 真的支持這個地方去賣疫苗 這個藥證啊等等 說實在的 都是這些資格卡關 都是卡在你自己嘛 你要快真的可以很快 你要慢要卡也都可以 所以也是一樣玩文字遊戲 玩語言遊戲啦 大家要搞清楚 你到底要還是不要 真的就一句話嘛 我還寧願 我覺得你看陸委會多乾脆 你乾脆也加入陸委會的行列 就直接這樣講 我賣了 我賣了 再好我都不要 要不然你就這樣講 然後他說他們大陸打的 我們不敢用 他們沒用的我們有興趣 這話也實在是有夠酸 重點在哪裡呢 重點是這一位 綠營的沈富雄大佬 當然沈富雄這幾年跟綠營 漸走漸遠 但是他還是有很多綠營的好朋友 跟一些內幕的一些管道 所以他的消息常常很權威 他說什麼呢 真正的解答在這裡 他說根據他瞭解 目前至少有超過二十個管道 毛遂自建推銷了BNT輝瑞疫苗 就是那個很好 但是我們不要買的 上海復興大中華地區代理的 那一支輝瑞疫苗 透過了非政府組織的管道引進 而且價格比當初林泉 要賣給東洋三十一塊美金 更便宜 更加熱 而且還不需要經過上海復興 醫藥 只要簽約二十天就開始 啟程獲救送來臺灣 我看到這裡我就覺得 哇 好啊 那麼有救了不是嗎 看到這裡很開心 然後咧 不過民進黨府院黨高層 卻對居間牽線者表示 臺灣買夠了 不需要再買 我們臺灣買夠了 不需要再買 真的嗎 好像不是啊 那我們為什麼沒有打到 但有可能臺灣買會月以後 某些人會無利可圖 無利可圖 玉米 重點就在這裡 無利可圖 這叫做什麼 發國難財 對 我覺得如果把這個 神大佬這一段話 跟剛剛蔡總統有沒有 他今天在中常會講那段話 兩個對起來 你就會發現有人在說謊喔 蔡總統是說 是因為本來要簽成了 然後是中國大陸的主腦 所以讓他買不到 但如果神道講的這個是真的 人家當時是如果是有NGO 要奉送給你 而且價格還可以便宜一半 你為什麼不要 真的是因為什麼原因呢 你要告訴大家 是不是就是無利可圖啊 你們這個自己民進黨內 太多人想要來分這塊餅了 所以這一種非營利組織的 他不就是他只是想要促成 台灣就是有更多的疫苗 他也不在乎自己的利益 那這一種人 你反而把他拒於千里之外 那你拒絕掉這一批疫苗 然後現在才在做政治文章說 買不到都又是因為 中國大陸的因素 我覺得蔡總統 你有沒有在說謊 你應該要給人民交代清楚 這兩個一對照 你就會很清楚嘛 蔡政府你到底從頭到尾 有沒有認真要採購疫苗 這件事情 還是在採購過程當中 各方派系的利益瞧不定 各自在那邊鬥爭來鬥爭去 只是為了誰可以拿到分一杯羹 然後拿到最大的 所以我覺得很奇怪 如果說你不願意讓地方政府 去採購 因為擔心嘛 他採購打了有效了 那將來是不是 民進黨在這裡很難選 可能有這種政治思考 但你是不是可以開放 給民間的藥廠 是啊 民間的企業去採購 這也是一個方式 如果你真心把台灣人民 健康放在第一位的話 要採購中央政府不方便 地方政府我不願意 還是有很多其他的方式啊 甚至嘛 你民進黨也有些 友好的一些生計產業 讓他們去讓他們賺點錢 這也OK啊 重點就是把疫苗 趕快弄到台灣 但通通不行 這就很詭異 難怪沈大佬做出這樣一個結論 結論是綁裝綁好了嘛 就像以前綁裝綁票一樣 早就綁好了這塊歸你 那塊歸他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樣子 不要來說我假新聞 這是沈大佬講的 我們做合理的一些推斷 那很奇怪 你讓企業買為什麼不行 民間藥廠買為什麼不行 看不懂 另外AIT處長令英傑 你看了今天他那樣談話 他瞪大了眼睛 想說這是我們的好朋友 他拿出一個鳳梨有沒有 我覺得那個鳳梨 那個道具也是非常非常的突兀 這個時候你拿鳳梨幹什麼 你挺台灣 不是要你吃鳳梨 挺台灣 請你給疫苗 說得不痛不癢 但是我 我是不是要幫他講幾句話 他為什麼覺得台灣還是不錯 一天才幾百例 是不是我們的政府 給他很多錯誤訊息 我們的政府大外宣 做得太成功了嗎 其實你知道嗎 剛剛我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署長跟理事長 在講話的時候 我偷偷上網去訂個血氧機 訂什麼 血氧機 血氧機 我們要不要團購 因為很便宜 我本來想說 因為我有長輩在 我媽七十多歲 所以我想說我去看一下 結果一個才幾百塊 五六百塊 真的喔 很便宜的東西 我搞得定一個 血氧飽和度那個 對 那個很便宜 刺手指頭是嗎 對 手指頭 事實上有一些 我不方便講哪個廠牌 就是說有某個手機廠牌 它的手機上面就有驗血氧 而且那個還做過科學校證的 是喔 所以連刺手指頭都不用 手指頭比較準 手腕的 反而這皮太厚了 所以我剛剛真的是就是 也感謝辮子妹 因為我一看到 就像說我的定一個 好喝 這樣比較安心一點 因為你隨時間 因為這天看過太多 這種快樂缺氧了 我覺得滿恐怖的 實在是要讓老人家 也隨時監測到 那至於說 令姨姐這個東西呢 我老一講 她會這樣講 我一點都不意外 因為很簡單嘛 我們自己一直不斷 在告訴人家說 我們是全世界的 防疫模範生嘛 然後我們自己 每天都要美化 我們自己的數字 告訴大家 我們校正回歸之後 看起來形勢一片大 沒有繼續再往上升啊 趨勢是往下的啊 那我們自己一直 不斷對國際社會 宣告這樣的訊息 那你要國際社會怎麼解讀 國際社會 你要知道 現在東南亞很多國家的疫情 又重新再度爆發 泰國啊 遼國啊 越南啊 都重新再爆發 那看起來 人家的狀況 好像比我們危機啊 然後人家沒有像我們一樣 宣傳的滿天飛 說人家是國際模範生啊 那對美國來說 你要拿救濟物資給人家 當然是最缺的那個國家 我在他最缺的時候給他 當然最好 所以麗英傑這樣子講話 我覺得 在他的立場 我覺得還滿可以理解 只是他講的話 那個含義上 讓我們聽得很不爽 你會覺得說 好像你台灣死的人不夠多 死多了再來問我 那種感覺 聽起來很不爽而已 那可是呢 我從另外一個方面解讀的話 搞不好麗英傑講的話 正在配合蔡英文政府 因為這也是蔡英文政府想要的 為什麼 理由很簡單 因為根據沈大佬的 假設沈大佬的爆料是正確的話 顯然蔡英文政府 現在不希望有其他的疫苗 來干擾到他們的布局 所以你如果這個時候 林英傑至高奮勇說 我們馬上再多給台灣幾百萬疫苗 搞不好打亂了蔡英文政府的布局 他搞不好他們的利益 就真的會變得無力可渡 否則沈富雄講的對不對 有些人的利潤就會沒啦 所以美國怎麼能給呢 所以對林英傑來講 他是一定要下台的人 他已經卸任了嘛 我幹嘛得罪你台灣政府 我明明知道 相信我們台灣人在搞什麼鬼 AIT知道的一清二楚 所以我幹嘛得罪你 你們也沒有真的需要啊 那我就隨便講個場面話 漂亮一下 我就走就是好了嘛 就是這麼簡單嘛 因為你蔡政府根本也不需要 因為蔡政府現在吃了襯托鐵的心 就是在等國產疫苗出來 所以這真的是蠻恐怖的一種現象 我不知道這中間到底牽涉到多少的意義 可是好歹 老實講就算BNT拿不到好了 我覺得是不是至少 蔡英文不是告訴我們說 他跟國外還有辦法 每天晚上要打電話嗎 你可以追加莫德納吧 你可以追加AZ吧 想辦法你看全世界各國都是 我盡量買到超過我的需要量 我超過之後我們不是很喜歡幫助我們的友方嗎 超過你再拿去國產疫苗去幫助友方都可以啊 或多的疫苗再幫助別人 甚至捐給別人都可以啊 但至少先讓台灣夠用嘛 那結果你不是說3000萬就夠了 3000萬假設一個人要打兩劑 不過才1500萬人 那三巧800萬人就要去死就對了 你怎麼知道怎麼樣才能打到群體免疫 老實講以台灣人怕死的程度 我認為應該每一個人除非那種 有什麼特殊原因不能打的 應該每一個人都會想打疫苗 只是每天想打疫苗不同而已 所以我完全沒有辦法接受 陳時中講那句話 他說他們打的我們不敢用 你不敢用誰告訴你我不敢用 你憑什麼幫我決定啊 你的責任是幫我找疫苗 要不要用是我決定 不是你決定的 你決定的 你? 後來 你休閒 我 rim要跟我們 先不要跟你們 我看嗎? 你會不會有什麼 你? 感谢观看